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回到娱乐漫谈 介绍我们这个单元的嘉宾 他是Lone On Time的负责人 Andrew B Andrew 你好 周龙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贵公司有房地产部门 有贷款部门 所以可以帮助这些在买房 然后另外一手就帮助他们贷款 现在我想到很多换屋的人 那他这栋房子要保持或者是要卖 但是他要买的肯定比较贵 但是又很难拿捏到准确的时间 他就有的时候要背两个房子的贷款 他们的心里面就想 我大概不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不能贷款或者是负担太重 但是如果找到像你们这样子 有经验的贷款经济的话 是可以安排的好的 但是必须有哪些条件呢 我想现在这个 湾区的房子产市场火热 不光是一个 home value上升幅度比较快 最主要也是 大家换房的频率比较多 有统计说大概5到7年大家就会换房 这还是保守的了 不管是什么原因 你是换大屋还是换小屋 那么这个确实在目前这种 还是seller market这种状况呢 换房确实是困扰着蛮多的这个homeowner 确实比较困难 因为本身如果你收入和当payment有限的话 你不可能说看到一个房子去bid 然后再去卖 一般seller也不会接受你这样的offer 那么在我们做贷款中还是有些办法可以 就是事先准备好 可以做到先买后卖 先买了后卖 对后卖 那钱得足啊 对就是有几种情况了 第一种情况就是说 假如说您手上没有当payment 但是您现在住的房子呢 有一定equity 很值钱 对你就计划说把这个现在房卖掉 换一个房用里面的equity 这样的话我们呢 等于是有一个叫bridge loan bridge loan 对就等于是说 bank会用你两个property 来带给你一个贷款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说 我不必要先把现在的房子卖掉 再去买 那么在你买了进来之后 再把这个旧的房子卖掉 然后呢 把这个贷款重新refinance 把那个那部分就还掉 就可以了 这样当然这是最 可以说最简单的一种办法 因为就是说你手去 这个中间的变数 还有它的冒险指数是在哪里呢 冒险指数应该不高 因为本身银行qualify你两个房子 一定说你两个 这个就是你的收入是能够支持两个这个贷款 对所以它有一定局限性 有一定这个局限性 就是说不一定所有的这个owner都qualify 所以它还是有一定的loan amount 还有这个loan to value的一些限制 但毕竟这是一种选择了 就是假如你的钱现在完全是locking到现在的房子里 没有现金在手上的话 你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买房 这是第一种scenario 就是equity rich cash poor 对 的办法的话 第二种呢 就是说假如你手上有足够的cash做down payment 有 但是呢 您的收入没办法去qualify两栋房子 对那这样的话 我们只能说是你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我们等于是把另外一栋房子作为investment property 不管是您要买的或者说现在住的房子 这样我们就可以用这个future rental income去qualify 等于就是帮助你 它会打折吗 对 它还是有一个occupancy的rate 通常是70% 因为你的rental income不可能是100% 但是由于现在这个rental market还是不错了 租金都非常高 所以这种方式其实也在我们做的case中 也是帮到了相当多的朋友 是 所以是70%这个rental 它银行在计算的话 对 它当然会去做appraisal 它会去跟做一个相对的rental survey 就是看一下这个rental 大概的一个average的价钱 当然你也需要翻一个temporary的renter 但是这种情况也是相对起来会比较容易一些 OK 所以这是两个scenario了 对 还有一种的就是说 您现在还没有看到合适的房子 那么还在准备说换房 这样的话 您有一个选择就是说 either呢 您去做一个home equity line 把这个钱拿出来放在那边 看到房子再用你home equity line去买 对 这是一种办法 另外一种办法就是说 做一个cash out refinance 把从first zone里面拿出来 那听到后面这两个option 都是它都是equity rich的情况 对 而这个现款并不是太有的情况之下 对对对 只是方法不一样 对 如果说是他真正是现在有rental 他又想买另外一种rental的话 可以用同样owner occupied的方法 来apply到rental property吗 当然是可以了 当然就是银行审核是否qualify owner occupied 它是当然有一定条件限制 比如说你两个房子之间要有一定的距离 通常是五十玛以上 从这边到三番市 这样足够可以 第二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要make sense 比如说像您提到的 我在三番市买个房子 作为我的second home weekend home vacation home 这个都是非常make sense的 very logical 对 但如果说我在tracy买个房子 或者我去message买个房子 这样同时有时候就比较难作为qualify 你很难qualifysecond home 因为本身那边并不是vacation的地方 如果在lake Tahoe或者是Hawaii 或者是Las Vegas买的话 这个基本上银行不会多问 就是非常make sense common sense的这个角度来看 是是 那么自从川普当选以后 利息也上涨了 如果借cash out的人 跟借line of credit的人 这中间的利弊拿捏又是怎么样吗 如果cash out的话 你最主要不好的地方 就是说你一旦close 你马上就要开始付利息 但是它有很多tax benefit 你可以de-tax 更多的tax income tax home microe line 虽然你不用马上付利息 但是呢 它最多可以只能抵十万块 对 还是这样子 另外一个它是利息是浮动的 也就是说一旦联储局开始加息 那么你的利息就等于变高了 所以各有利弊 可能还是要看您大概这个 买房的一个schedule 大概一个timeline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然后根据这个时间来做一个计划 到底我要通过哪种方式最省钱也最安全 我觉得我们华人的朋友都蛮有野心的 也蛮aggressive的 他们都希望在他们的这段生涯中间 拥有多过一栋的房子 所以现在looking forward看到2017年2018年 那他们觉得自己的收入也都还算稳定 还是应该继续的aggressive 照这条路谨慎 但是又很稍微大胆一点的走下去吗 对没有错 因为我想房电投资应该说是 相比其他很多投资都是比较风险较低 而且容易 而且我们容易看得见摸得到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又住在一个 这个得天独厚的这个 通波发展的西湖湾区 对我们的当地的经济可以说是引领这个世界经济的 所以如果你对加州 我们硅谷地区经济有信心 那你就应该对这个房地产市场的未来更有信心 我们对Andrew也有信心 所以要贷款要做房地产 请找Andrew B 今天非常感谢Andrew来到我们的娱乐漫谈的现场 感谢您 祝您Happy Holidays 好谢谢大家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全部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周乐 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